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我是梁彥誠 剛剛講到世界大事 剛剛講到 巴斯坦人 是不接受耶路撒冷 成為國際的城市 即是不承認聯合國定的規定 就要搶奪整個巴斯坦 和耶路撒冷要將猶太人趕走 而且在耶路撒冷 火燒猶太人的地方 引起一場戰爭 但猶太人雖然武器很少 但非常勇猛 竟然打贏了幾個 埃伯國家的圍攻 而終於建立了以色列國 後來六日戰爭 當時 第一次戰爭 古城的耶路撒冷 仍然是歸入 這個約旦的首宗 但到六日戰爭之後 1967年 以色列就打進去 將耶路撒冷的舊城 即是古時的耶路撒冷 在東耶路撒冷 搶奪 一直在以色列的首宗 巴斯坦從來未真正控制過耶路撒冷 亦沒有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 通過幾次的戰爭 希望將以色列人趕走 但結果都失敗 以色列就大勝 所以阿里伯的各國都是凡戰必敗 巴斯坦也是凡戰必敗 所以結果都是以色列繼續控制耶路撒冷 以色列實質上運作都是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但當時和談 曾經一度很成功的和談 巴斯坦希望他能夠立國 他有加薩地帶領了大河西岸 但他想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那和談最後沒有辦法成功 就是當時的猶太人 以及在耶路撒冷裏的基督徒區 以及西方都希望這些部分 都給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控制 但巴斯坦不肯 所以一定要搶好整個耶路撒冷 但打他也打不贏 暴動也暴動不贏 扔石頭燒靈胎做了很多次 都是不贏的 以色列繼續在實質管治耶路撒冷 不過就是問題 你肯不肯認回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首都 因為實質運作都是 特朗普不過把事實肯定 為什麼每個都罵得那麼厲害 我都不明白這些罵特朗普 又沒有公義的背景 還是只是因為很討厭特朗普 所以找東西罵他呢 正是因為這樣 特朗普他肯夠膽走這一步 冒大不諱所有人 他都繼續堅持 就變成一個特納獨行 又令到他的支持者 繼續支持他 所以你發覺在美國 例如CNN 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把那些人民 在網上傳上去的 你發覺支持和反對的聲音 是一樣那麼多的 所以特朗普仍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 美國的普通的支持 傳統美國勢力的人 大部分都是白人 建立美國的那些白人 仍然有他自己的支持力度 所以特朗普又不怕你怎麼罵他 總之他繼續做他的事 有時是癲癲的 跟金正恩鬥癲 但是他有時幾招 又玩得幾厲害 因為這次一玩以色列這一招 其實是沙特亞一白幕後支持 因為沙特亞一白希望和以色列不是敵對 而是以色列的龐大的那種軍事實力 在對抗興起伊朗 免得伊朗成為中東霸主 這個就是幕後 其實都有這樣的圖謀 由於沙特亞一白想和以色列和好 這也是最好時機 特朗普乘機承認回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 然後再用這個基礎和沙特亞一白結合 最後沙特一白各國都會聯合 共同抗拒伊朗什葉派對中東的控制 其實幕後還有更複雜的政治 是以後會 是以後會 感谢观看